来 去年给我推荐卖种的专家出来说一下话 去年给我推荐的卖种说 个矮 力大 抗倒服 缺乎今年的卖子个比较矮 力也比较大 看一下是不是力比较大呢 抗倒服就更不用说了 杆确实非常的粗 就像风再大 吹一下 卖子也不会再倒的 也不会动的 就我家的卖子个最矮 碎最大 去年的专家说 亩产最少要2000斤到2500斤 现在我就在想这个事 如果真像专家说的 亩产能达到2000斤 我的麦子如果能达到1500斤 我肯定在我们村里全部给你推荐 等麦子打完了 专家告诉我一下 这个卖种叫什么名 如果真能达到1500斤 明年我还继续种它 大家对比一下 这是别人家的麦子 确实比较高 麦穗也比较小 人家这个据说是能打1000斤 我感觉我的麦穗比较大 应该打的比它要多的多 大家怎么看呢 大家对比一下我家的麦子 跟连续家的麦子 是否能比它多达500斤的产量呢 大家有什么不同的意见 或者是建议 都在评论区 给我留下你的评论跟意见